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莴笋是一种绿色的健康蔬菜 在日常生活中是较为常见的 也是我们经常换着花样吃的 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 莴笋也是营养科医生推荐的千金菜 今天呢,李医生就给大家讲一讲 莴笋的好处都有哪一些 第一个呢,它可以缓解食欲不振 莴笋呢,味道清新,略带苦味 可以增强消化线的分泌和胆汁的分泌 从而呢,促进各种消化器官的功能活动 常吃两磅莴笋能够开胃,增进食欲 第二个,可以缓解便秘 莴笋呢,含有大量的植物纤维素 能够促进残壁的乳动 通力消化道,帮助大便排泄 很适宜便秘患者尝试 第三个呢,可以降血压 莴笋中的甲离子含量丰富 是腊盐含量的27倍 可以调节体内盐的平衡 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呢,具有降低血压的功效 第四个,帮助降血糖 莴笋中,烫水化合物的含量较低 欧乌基盐维生素呢,则含量丰富 尤其呢,是含有较多的烟酸 烟酸是胰岛素的激活剂 糖尿病人经常吃一些莴笋 可以改善糖的代谢功能 接下来呢,李医生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莴笋怎么做才好吃呢? 第一道菜是莴笋炒山药 我们准备山药一根,莴笋一根适量的油盐 首先,莴笋消去外皮,洗净,切片 山药同样消去外皮,洗净,切片 接着热锅后呢,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先加入莴笋,进行翻炒 翻炒至莴笋变色,再放入山药,继续翻炒 再加入适量的盐,翻炒均匀后,加入水 喜欢吃脆一点的,水少放一点 如果喜欢吃酥酥的,水加多一点 煮的时间呢,长一点 水煮干后呢,就可以出锅了 第二道呢,莴笋炒木耳 木耳呢,胃肝,性贫 能够义气抢身,有活血的效忍 并且呢,可以防治缺铁性贫血 可以养血,助眼,令人肌肤红热,荣光放花 同时啊,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呢,都有防治的作用 我们呢,准备木耳15克 第三道呢,则是莴笋炒肉片 我们准备适量的莴笋,土猪肉,胡萝卜,蒜,还有少许的盐,胡椒粉,料酒,酱油等调味品 将猪肉呢,洗净,切成片 用盐,白胡椒粉,料酒,腌制片刻 胡萝卜,莴笋,蒜呢,切成片 在热油锅中呢,炒香胡萝卜和蒜片 接着放入肉片 再炒8分熟之后,再放入莴笋片 加入味即鲜酱油,蒸鲜 最后呢,加入盐 炒熟之后呢,就可以了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一声 在视频下方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